大家好,我是小航,欢迎来到小航讲历史频道 今天,我们要一起了解早一会战的背景 经过和结果,早一会战为1940年5月至6月 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在湖北省早阳 宜昌地区对日军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进行的防御战役 日军方面则称为宜昌作战 目标是消灭宜昌周围的第五战区兵力 宜昌是武汉和重庆间最重要的内核港口 齐西及三峡,为战时陪都重庆的门户 且是沟通大江南北各战区的后勤补给枢纽 早阳泽戈汉水与宜成相望 1939年底,国军主动发动冬季攻势 与日军相当大的冲击 日军为了增强关东军兵力已准备对苏联长期抗战 因此开始设想如何将当时总兵力 已膨胀到85万人的中国派遣军转用至其他战场 除了派遣金井武夫执行同工作与重庆当局进行谈判 并企划实施一场大型攻势来对重庆当局施压 而宜昌除了是交通料到 也是飞机轰炸重庆的良好中继站点 于是日本大本营在4月10日 遂决定对宜昌发动攻势 企图将国军第五战区主力围坚于早阳宜昌地区 不过因为日军兵力有限 发动作战的决定中并没有将占领宜昌纳入作战计划当中 只打算在达成重大打击目标后撤 这对后来作战期间造成极大影响 为阻止日军进犯 第五战区分为左 中又三个集团军 采取分路挺进敌后袭击 主力向两翼外线转移 向基与日军决战的方针 并调集六个集团军 继21个军56个士兵力参加作战 会战分为于早阳和宜昌为中心的两个作战阶段 5月1日至4日为日军攻击发时期 日军由汉水滞留唐白河渡河 首阵由第三师团进攻碧阳县 碧阳县 第39师团进攻早阳 至5月10日 日军各单位大致完成渡河 到此日军的展开 与1939年随早会战中对湘东的攻势相同 国军误任日军能力 仍以去年会战位版本制定包围日军的预定战略计划 为阻敌逃窜 完成围歼日军任务 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 在5月10日率领五个师自移城市渡河 试图身负占领区截断殷山至早阳的日军后勤线 33集团军一开始进军顺利 也确实阻绝了日军后勤线几天 然而日军战力并没有因此出现重大衰退 日军未打开难退之路 集中第13 39师团 师田支队于大红山附近集结 南下击杀33集团军 北方战线只留下第三师团与31集团军交战 张自忠亲率第74师师长马冠一 第9师及总部特务营与敌人血战 5月16日退到一城市南瓜殿 在遭敌包围 伤亡殆尽的情况下 中午 张自忠将军左臂负伤 身中六弹殉国 随他出征的官兵也全部阵亡 至于日军击杀张自忠的政词则是 11军在作战时偶然接收到33集团军部 发送无线电的讯号 要求第39师团对其战区的周遭进行搜索 第39师的步兵 231连队 第11中队 第1小队 队长松本志兄少尉 在高地棱线超入国军侧翼发动攻击时 偶然在山地的一处凹的 发现一群国军高级军官 因此投掷手榴弹后 发动突击 将这批军官击杀 在收缴相关文件之后 才发现这是33集团军部 而在国军俘虏的证词 以及39师团参谋长专田圣寿上校的验尸下 确认被击杀的军官中 包括集团军长张自忠 不过日军并未将其遗体还给国军 而是就地安葬 并且释放俘虏传递讯息 当天晚上 数百名国军夜袭墓地 将张自忠遗体夺回 在成功击溃33集团军 恢复补给后 南下的日军扭转战线北上 参加首播攻势的十一军 在5月16日与早阳周边集结 同时间在早阳的国军则有14到15个市左右 5月19日日军发动总攻击 国军随即战线崩溃往北溪溃退 日军有一小部分甚至差点直冲 第五战区司令部老河口市 不过追击过程中 日军也犯了冒进错误 导致不必要的伤亡 39师团的步兵233连队朝白河追击时 于5月20日伯木派遣侦察部队找寻渡河点 三个军官观察同个渡河点时 因视线阻碍其中两个认为 他们所观察到的地形为河对岸 一位认为是河中沙洲 为最后连队采多数决认定为对岸 而决定半夜渡河 结果在21日凌晨 第一批渡河发射信号弹后 才发现这个渡河目的地确实是沙洲 但为时已晚 整批部队遭白河对岸的国军 击火射击 此处没有任何掩蔽物 部队无从躲藏 便在击火下当场战死300多人 233连队长神奇哲次郎上校 也在阵亡名单内 这场白河渡河作战成为39师团 在本次会战中最大的单次作战损失 五月天气已步入言下 经历多日激战的日军大多疲惫不堪 因此日军上层决定将战线转移 准备强度汗水 且让部队实施短暂休整 所以国军被重创的战线并未进一步遭撕裂 得到喘息的机会 此阶段日军评估已击溃15个中国师 并清点遗失33000具 俘虏1000名 日军的损失在5月31日的清点 则是战死850人 战伤3000人5 但这数字并不包含战病 而一支激战禁越 跋涉上百公里的部队 全无病号这点也是不可能存在 但目前也无进一步资料证实 当时日军情形 不过根据日军内部 一分未完成的伤亡统计图表显示 1940年5月日军至少有 23538人作战受伤 视为其他月份作战受伤人数的 好几倍三月仅确定有3595人作战受伤 4月因测印作战上升至至少 8057人作战受伤 虽然该统计表有统计不周全 特别是作战阵亡人数 阵亡人数与受伤人数比例过分悬殊 而不合逻辑 显然因为资料不足导致阵亡人数 漏算极多等缺陷 以至于该图表未被完成 但依旧可以看出日军实际伤亡 远远多于公开战报数字 至于是否实施第二阶段作战 进攻宜昌 日军内部当时也经过一番争执 由于补给线已拉长至上百公里 加上确实击溃了相当多的国府军 原部中将与他的主要参谋群 后勤单位认为应建好集收 并主张部队已疲困 大本营也没有下令攻占宜昌的命令 但积极派参谋的意见则强调 如果只满足这样的战果 将无法统一十一军 最后由积极派主张获得优势 第二阶段战役继续遂行 5月31日日军强渡襄河 6月1日日军攻占襄阳 6月2日第五战区部队分为左 右兵团 有李宗人 陈诚分任兵团长 向襄阳反攻 6月3日国军克服襄阳 日军遂南下进攻移城 6月5日日军渡过襄河 直取宜昌 国军第77军即将防军 在静门西侧指江陵之县竭力抵抗 6月10日日军对宜昌发起进攻 守军奋勇抵抗 与日军激战至12日忠告失守 日军由襄阳南下石 国军第二 第31集团军尾随其后 收复襄阳 移城 禁至当阳 静门以北 6月12日宜昌沦陷 6月16日日军撤离宜昌 国军立即反击 6月23日宜昌再度沦陷 之后 日军将兵力配置于宜昌 当阳与襄河附近 国军集结在信阳 中降 随县 金门 宜昌 将临以北直线 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早一会战遂告结束 根据日军所残留的资料 7月9日当天 日本陆军运输单位 至少运送两批人数 合计为1614名的补充人员 只参与本次会战 至第13师团与配属单位 必然用以补充第13师团与配属单位 因本次会战战死与重伤后 送回国产生的缺额 清商县的住院者 应不包括在内 7、8 根据日方战后出版的部队史 若松连队回响录所载 其中一批补充人员 于8月12日 抵达第13师团住房地点 之后数月 日本陆军又自日本本土 运送多批补充人员 至第13师团住地 补充因本次会战 战死与重伤后 送回国产生的缺额 会战结束后的7月15日 日本陆军运输单位 则至少运送两批补充人员 只参与本次会战的第三师团 与该师团之配属部队 而这两批可确认的补充人员 共计6044人 早一会战历时近两月 日本原先的作战目标获得成功 此一日军会战后 号称中国军遗失6万3127人 俘虏4797人 缴获主要战力品 也战炮11门 山炮12门 机关炮2艇 台机炮53艇 就一支35万人的大部队来说 日军缴获的重装备 顶多是一个集团军单位的规模 由此可见 第五战区的支援火力 一直处于弱势 日军虽然受兵力规模所困 无法对第五战区部队进行维艰 但仍成功将其重创 直到抗战结束 都无法恢复有效作战能力 除此之外 国民政府丢失了 厄北厄西江汉平原富裕的产粮区 日军亦得以在宜昌取得前进基地 修建飞机场对重庆等大后方进行轰炸 加上欧战的不利形势 早一会战后 中国抗战进入最危险的时期 经过一个月的激战 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在早一会战中 展现出了顽强的战斗精神 成功抵御了日军的进攻 保卫了早阳 宜昌地区的重要据点 尽管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但中国军队最终取得了战场的胜利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早一会战的历史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请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和建议 我们下期再见